短短这两天 孤仲亮摇身一变成为媒体大亨 孤家爱买媒体不是第一招了 孤仲亮弟弟孤仲颖手上就拥有未来电视台 孤仲亮如今买下一传媒幕后 据传可能是孤家最有权力的母亲 也就是孤林瑞慧 她出马帮儿子找舞台 在背后大力支持 两兄弟静和的关系再度浮上台面 那会不会想跟弟弟一样去当老师啊 镜头前孤家大少孤仲亮和弟弟孤仲颖 常被拿来相提并论 这一回孤仲亮撒钱抢下一传媒 却又让两兄弟间的静和关系浮上台面 中国时报她写了一句话 她说孤林瑞慧女士希望她的儿子 就希望孤仲亮要做就好好做 这句话非常非常有意涵的 就是说妈妈出面了 老夫人出手了媒体报导 孤仲亮的母亲孤林瑞慧 心疼儿子红火岸走得辛苦 背后支持孤仲亮入主一传媒 一心要帮孤仲亮开辟人生新舞台 已经不是头一遭 我听说她曾经跑到韦来去 也就是说希望韦来 所有六个频道里头这些平台呢 能够协助她在做公益的角色上面 扮演一定的平台 结果后来呢得到了答案 因为他们两个兄弟之争嘛 所以呢孤仲颖曾经讲过 我哥哥的事情其实他插不上手 那当然就是也不敢当面回绝他的母亲 当初哥哥孤仲亮 传言想要跟弟弟孤仲颖 要回未来电视 但孤仲颖算得惊 嘴上咬的肉怎么可能拱手让人 猎豹的性格在商场上更是显露无遗 到手的东西绝对紧咬不放 孤仲颖跨足证券拼出一片天 还坐拥伟来媒体 对他们比对公司人比较客气 又到大学教书 事业人生好风光 哥哥孤仲亮却是官司成生 几度陷入人生低潮 大少和二少的心结 又在这关键时刻被点燃 也许从小就知道 自己不是指定接班人 孤仲颖凡事更加努力积极 塑造出和哥哥截然不同的性格 但在父亲孤连松的心里早有定见 这次孤仲亮借由媒体作为付出的舞台 看来中性的接班大戏才要启动 东智诚新闻综合报道